停过前阵子又有确诊足迹的饶河街夜市 生意稍稍回温 不少摊贩降低租金想要走租客 但还是租不出去 饶河夜市摊位月租金之前最高可以开到三万元 不过现在就算降到八千块还是罚人问津 都降到八千块钱了 仍然没人租 更有摊贩证实本来先租下来 疫情前每个月可以用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元转租出去 但如今就算降到五六千块也罚人问津 之前三期然后他就一下子之间 一些店家就都没有人消费了 就这样子 店家干脆就都不开了 那现在又开始回温了 所以说他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当然会有影响 而且改变的速度淘汰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糖菇乳也越来越多 就是那种快速的那一种 而不是像以前那种鸡排什么的 那种很好吃的或卤味 有些也不见 饶河街商圈共有七百个摊位能够成租 近期大约有五百个摊位固定摆摊 其余两百个摊位属于非经常性营业 和疫情前一味难求的盛况相差很大 那如果说今天像是饶河街这样子的商圈来说的话 因为他这边的商圈有点是单独靠这个饶河街去支撑 因为其实他今天打到三折的情况 或许可能也不无个案型的状况 因为我们目前其实看到实价登陆 或者是说现在看到有在招租型的店面 大概步伐大概还是开在单瓶三千左右 疫情冲击商圈 即使人潮收缩回流 复数力道还是有限 想要重建疫情前的荣景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东升新闻综合报道